这期我们来看到的是何连硕的LED液晶电视 它不但是功能齐全 而且它还维持超薄的特性 真的是很不容易 而这项产品呢 也获得今年经济部国贸局与外贸协会所颁发的台湾精品奖的肯定 董事长蔡清土 他一直强调他的产品一定要做出差异化 才可以出奇制胜 相信你一定跟我一样很好奇 除了可以唱卡OK的LED液晶电视之外 那么到底何连硕又推出了什么样特殊功能的产品呢 我们刚才来看看 Aren已会唱歌的LCD跟LED液晶电视 成功打响品牌知名度 这种一级多用途的设计不断获得市场考评 其实何连硕董事长蔡清土一向以点子王著称 不说您可能不知道 二十多年前台湾第一台卡OK就是它想出来的 早期是有入换引机 可以入换 有一种叫做放映机 它就是没有Tuna的部分 只有能够放映 当初我就看到一台放映机 因为这台是Toshiba的 它是卖在国内的 它是在前面的这个面板上面 有一个E-Phone的孔 可以插耳机来control 看电影或者是学习语言 不会吵到别人 因为日本的房子比较窄小 我就说三根半也怕吵到家人 那我看到这种东西是非常好的 因为只有一条线的一个七个就能够延伸一个卡拉OK 把研发制造卡拉OK的创意再延伸 蔡金图在发想LCD LED液晶电视等产品时 又把这项成功的经验加入新商品里 进一步研发出会唱歌的LCD跟LED液晶电视 它跟研发团队在发想产品创意时 不会自我失险 总事先考虑消费者真正的需求会是什么 再来想办法突破技术上的困难 尽量做到功能完善 又能替消费者省额包的可能性 我们公司的一个研发图想 所有的动作 我市场在讲 我要做什么 北林没办法做 我要怎么样 我要向不可能的人来挑战 那这是我的口罗产 我市场给我们所有的这些员工 那也就是怎么样 不断地创造出北林一龙的价值 所以我今天将我们HRAM这个品牌 不是大公司 不是大品牌 没办法跟世界一流的品牌来竞争 但是在台湾的销售 在台湾的MarketingShare的领域里头 我联系第三年都是三年 还蛮OK的 那最终的问题就是 我能够抓得到消费者的口味 物操所指 特别马来具非常非常的OK 除了延续多记忆体 可以唱卡拉OK等功能之外 HRAM又推出可以上网的LED液晶电视 虽然目前已经有几家大厂的LED液晶电视 都具备上网的功能 但HRAM以更平时的价格 更齐全的功能 准备一举如过多媒体使用者的心 我们上网的部分一样 你在基本上一些浏览 一些页面 基本的页面的部分 我们都可以一样 跟电脑操作是类似的 所以可以一样 你也有我的最爱的部分 我们可以去设计 我们可以选出我们的最爱 里面去选择你要的 就跟电脑一样光辩 如果你有滑鼠或无键的键盘 一样可以接上去操作 那事实上我们就是把它一样 整合在遥控器上 透过有线网路 或无线单购都可以上网 而且只要利用一支遥控器 就可以全功能的操控 不管是浏览网页 下载资料或线上收看 合法的付费节目都没问题 除了上述的功能之外 HERON还将升级技术 研发出会抓小偷的 LCD跟LED液晶电视 我们这台商品的部分 我们主要是会抓小偷 怎么抓小偷 我们是内建保全系统 所以你只要搭配 你的camera 摄影机的部分 我们可以做一对一的单机板 一对四或一对八的多机板 我们都可以来做 我们只要当有外力入侵 触发到我们的警报 我们就把讯息传到我们的电视 我们电视就做即时的一个录影 并且透过网路 发送讯息到你的手机 你的手机这时候想起来 你就可以做即时的画面监控 跟双向对话 辖阻 达到辖阻的一个效果 会抓小偷的LCD跟LED液晶电视 是可怜说今年发展的 重点商品之一 不过脑筋动得很快的菜筋土 其实早在八九年前 就有这样子的点子了 但是碍于当时的设备跟平宽 无法立刻将想法实现 当初我就是要做一台 那个保全系统 能够上完 那限于当初的平宽 非常的窄 只有玩味 没办法吐味 所以这个就不是我们要的 那时机也刚好到 那我们投入这个保全系统 会抓小偷的LCD TV 应该是在两三年前开始投入 那现在也刚好 差不多时间成熟了 那频宽也大了 那那个机器面也够了 我们能够利用远端的地方 那也就是非常简单 非常易热 让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能够自己组装 会抓小偷的LCD或LED 液晶电视器 可以连接互动式监视器 达到远端监控 居家状况的情形 连说这一系列产品 带给消费者前所未有的功能 家里的电视 不只可以用来享受视听娱乐 不使用时还能保护居家安全 OIN1多机议体 把所有功能都整合在同一台机器里 想必当初研发时 一定遭遇重重的困难吧 那一般来讲 它是利用网络的Skype 那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今天不是网络的Skype 我是TV TV要转换 那是很难 讲实在很难 所以有一阵子 我们也透过我们的关系 透过器服厂商的关系 要跟PC控来帮我们修改这个软体 因为我们对它来讲 Case也是太小了 它不愿意 所以我们还是给它突破掉